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我们介绍压腿 后腿 白腿 控腿 扳腿等等一些方法 介绍了十种方法 下面请看 先介绍压腿的练习方法 压腿分为正压 转压和后压 先介绍正压 支撑腿脚尖朝前 背压腿脚后跟 压在墙上或者是支撑一个物体 脚尖上翘 两手按在乞丐或者是抱于脚 把它抱住 教练可以在他身后用口令和用手来帮助他用力往前压 正压 一 二 二 三 四 这种用口令 用手帮助正压 这是一种正压腿的方法 再介绍侧压腿的方法 支撑腿脚尖外脚和背压腿几乎形成90度 各备站举一个在胸前一个举头的上方 好 走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四 二 五 好 教练一个手帮助压住膝盖 一个手帮助他的胳膊 使他的身体倒向被压这条腿 这条腿有一种轻微疼痛的感觉 每次每次一点点拉长 后压是转过来压了 这几种压的方法是正压 一下一下正压 使他顺序渐进的拉长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求之过急 要顺序渐进 不能帮助长 他有轻微疼痛感是对的 如果他有烧绝感 好像烧伤那种感觉 错了 那就容易导致拉伤的危险 这个在腿部揉拦练细中 要加以很好的注意 这是压腿的方法 刚才我们看到的压腿正压 吹压后压 还有一种是瀑布压 请看示范 瀑布压 他的脚 你教练用脚外车给它顶住也可以 用墙固顶物体顶住也可以 另一条腿 铺子腿的脚尖和后车腿的脚后跟 几乎是一条直线 然后他往铺条腿这条方向 用力 用力压 可以抱住压 这条腿要求他要伸直 一定要伸直 教练可以助力 要求他伸直 瀑布在太险当中是比较常用的 下室都经常常用 瀑布的当中还要住一条 膝盖和脚尖要一条线 那也可以用手 你看 用手这样抱住 这边抱住 这样一样 也可以这时候要抱住 也可以这种一样 所以练习的方法 一定要注意科学和合理 各种方法 注意自己可以在有所创造 在有利于掌握跆拳的基本技术和乘套练习 第二个叫耗 耗度的耗 坚持度 耗 压住 压腿压住 压住以后 停住 在拉开的这种状态下 停住 这叫耗 教练可以往前用力 使他能够压住 能够坚持住 可以 如果有点痛 可以清晰的嘴巴吹气 清晰吹气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放松 可以 放松完了 休息一会儿 再压 这种松紧结合 动紧结合的练习 是最有效的方法 刚才介绍的后 第三个方法 帮教练或者学生住手 来帮他的腿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是 正帮 正帮腿 他腿举起来 肌生腿 脚后跟对的墙 背对的墙 头对的墙 举起来 一手按着膝盖 也说完善 三 二 三 二 四 二 五 停住 帮个耗结合了 静止住 这就耗住了 一 二 三 四 五 然后 放松 放松 再往 再往高度走 这两手的感觉非常重要 这个要积累经验了 肌不能够麻木的用着力 导致拉伤 又不能够不用力 使他有一定的沉重感 感觉到他有拉伤感觉 这叫平教练的手上的经验了 手上感觉很重要 让他有这种拉伤感觉 让他有拉伤感 也可以帮和抱结合 让他抱腿 松一松 这提高脾气的高度的能力 抱腿 然后可以再伸展开 再帮 所以练习方法几种可以很好的结合 侧帮 侧帮腿 这种侧帮 展开 往他的头的后方帮 压着腿 二 三 一样 后帮 两手扶着内部 或者扶着为一定的物体 腿举起来 一个手帮着大腿 一个手帮着他的脚面 往后上用力 一 二 二 二 三 二 四 二 五 二 六 二 七 二 八 停 要学他脚面要本质 一定要规范 腰要踏住 然后手可以用你 帮助的腰要踏住 膝盖挺直 他去的高度挺高的 还可以帮和空结合 把手慢慢吃掉 要求他空住 在这个高度空住 一 二 三 好的 这种空就把它结合起来 第五种方法是摆 摆 可以自动 可以自己的摆 撤摆腿 用力自己摆 所以我注意的物体 从他们一 二 二 三 二 四 二 五 停 看到没有 摆起来 推往直 比如这是腿 往侧后摆起来 再过脸前 过水平线的时候 爆发力 动 这有个寸净 练习 寸爆发力 寸净 套 凸 凸 凸 好 两条腿都可以练习 这是一种叫活动性的 有练习练习 有静止的 有活动的 动静结合 这种练习效果最好 他刚才摆动完了 再回来 再压 再帮 再控 OK 刚才我们做的是后控 现在做的是车控 好 摆 摆腿 给他帮 帮完之后 帮 硬乱往高帮 帮完以后 给他控住 腿控住 不让他掉下来 走 一 二 三 好的 这种让他控住 来 手给他 给他腿的后 下方 表困住 困住不算 再来 一次一次的 逐步的提高练习 练习腿的柔韧性 一定要顺序建计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 一点一点的 在一个时期 掌握一定的高度 让他向他进步了 因为腿的柔韧性感觉轻的 你把那感觉轻的 再往上往高中 我们先介绍 压腿 后腿 扳腿 控腿 白腿 这几个方法 可以交替的使用 动静结合 运活结合 这样提高练习的效果 我们的前五种方法 先介绍到这里 下面介绍 腿发练习的第六种 抱腿 请看 抱膝 也可以叫抱腿 如果说左膝的话 左手抱于左膝盖 外侧 右手抱于左的脚面 往里扣 扣脚往里扣住 挺胸 正式 自身腿 伸直 也可以 加以静止的 数数 比如说 一 二 三 四 五 起码停了五秒以上 激烈了 柔韧性 右腿也同样的 激烈了柔韧性 又提高它的平衡 和控制的能力 开始可以停 两秒 三秒 逐步增加 这是一种抱腿的练习 第七种 批刺 我们现在所做的是 重刺 也叫一只腿 重刺 两掌可以撑开 也可以前腹 前脚 脚后跟 着地 后脚 脚面 着地 它抱住 脚 也可以教练加力 一 二 二 三 往前 往前往下 帮助它 正常的压 使它更进步的拉开 提高腿肌腱的 柔韧性和伸展性 还可以转身 另一个脚 另一条腿来练习 高度 一 二 二 三 二 四 教练这个助力 一定要根据运动员 他的柔韧性的水平 他柔韧性的伸展度来做 不要过于用力 以免拉伤 这个 这个练习批刺 主要是青少年练的 中老年朋友 有的柔韧性 达不到这个水平 千万不要勉强 不然的话 容易 肌腱 容易拉伤 第八种练习 介绍一下 踢 踢腿有正踢 撤踢和斜踢 好 请看 示范 这是正踢 好 正踢 如果正是腿的话 直摆 伸直腿 直摆 往上踢 脚尖去 够 去前个的方向 去靠路靠近 在脸前发力 脸前有一个轻轻的发力的动作 再看一下 脸前有个发力 两脚可以撑起来 展翅朝外 看 看到没有 脸前 脸前有个发力的这个动作 撤踢 身体侧过来 腿起来 这么踢起来 叫撤踢 请看示范 大 大 二 正 好的 这是踢的是左腿 踢右腿也同样的是这样子的 长 一个量于胸前 一个量于头的 向上方 一 大 一样的 在脸前 在脸前过 水平线的时候 突然发力 在脸前发力 叫寸进 斜踢 右腿往踢左 左边 左腿往右车踢 这叫斜踢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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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可以用口令 来提示他 来发力 加强他 发力的动作 第九个是 里和腿 由外向里画弧 弧度大 自从右腿 从右车起 往里画弧 后一座车 这样的 这叫里和腿 外摆腿 请看外摆 由内往外摆开 叫外摆 好 这个动作 尽量摆幅度大 那也可以做一些 辅助练习 掌跨 我屈膝做 掌跨练习 二 三 来掌跨练习 在屈腿掌跨基础上 再做 这个 自腿的外摆 也可以 刚才说的是 没有记响的 现在集合泰拳 右腿 在做 记响 两响的练习 你看两响 左脚先低 左手先拍 然后 右手 两响 踏踏 两响 为了 其实他 逐步往腿往高 走 也可以用 杆来要求他过杆 可以低一些 开始先低 搭 然后慢慢提高 要求他腿 逐步提高柔人性 有个 有个物体来 诱导他 可以做 百连 百连的练习 打 空度 再来 打 两响 空度 再来一个 在教练 用这些 教具 来诱导他腿 往高 和记下 腿发的 十种练习 先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